在香港繁华都市光鲜亮丽的背后,仍有超过22万人窝聚于遍布全港的11万间汤房之中。 位于香港九龙半岛西北部的深水部区,至今仍大地维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原始面貌。 这里是香港汤房和龙屋的聚集之地。 在当地的一座堂楼中,记者见到了汤房户主尹先生一家。 一户就剃了几个房间,这里就是进来的,这里就是三个,三户人,一户,两户,三户,这个门口比较窄,我们平时都很难进来的。 厕所和洗澡房,比较多东西,比较小的,厕所和洗澡是一起的,煮食,这里就是煮食的。 这个就是洗衣机,这里就是平时吃饭,做功课,这里就是堂门,平时就很烤的,但这个堂门平时夏天一定要开冷气的。 这里就是三户人的,这里就是房间,平时睡的,米二床,刚刚好的,没有其他空间的。 这里就是浪三户人的,这些三户人很容易跌出去的,因为外面有时一大风吹就跌了。 轮后公屋整七年,从2017年起,尹先生一家三口就躋身于这间约十平米的汤房之中。 两年前,尹先生因商在家待业,靠领取棕原生活。 为照顾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尹先生的妻子也不得不停工在家。 一来又热,所以有时开冷气都不敢开得太多,有时煮饭一开开就要关门了。 二来,这些这样的汤房是完全不隔音的,大声人家旁边的屋都听到你说话,所以就觉得人生活得好,没什么私隐,而且生活都很压抑。 经常都问人家为什么家里这么大,家里这么小,我就跟他说,很快的,很快就上屋了。 尹先生告诉记者,七岁的女儿喜欢画画,弹琴,为此,她特意在不大的家中腾出地方给孩子练琴。 屋中一架约一掌宽的电子琴既是女儿的乐器,也是一家人平时的饭桌。 汤房中的空间狭小逼则,寻常人家日常的烧饭做菜,对于这一家人来说也是异常艰难。 它这个做台是不受力的,你如果砍东西是要拿个砧板落地下砍才砍到的。 这里有时候你拍摄,它的水会淡到,这些食物其实是很不卫生的,这样的地方,因为你没办法,你没位置放。 你如果一煮大小小烟,煎炒得久一点,整个屋都是烟的了,因为整个屋都是烟的了,整个屋都是有味的。 和尹先生一家的情况相似,对于居住在深水部另一间汤房中的港飘胡先生来说, 窝居四年,堂楼中的安全和卫生隐患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感觉好压抑啊,我以前住在那天没完的失眠,天天晚上不到四五点睡不着的,住了四年差不多抓了有二十来只老鼠。 最大的希望就早点上公屋了,当然是。 香港的那个聚房问题都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一房篮球的,那你分到公屋了,比较于是冻了五百万一样的。 轮后公屋,胡先生一家三口已经等待了六年,前不久,他们从此前的低层汤房搬出,来到如今的新汤房中。 虽卫生条件有所改善,但生活空间仍十分有限。 上下铺啊,因为那个住汤房嘛,面积比较小啊,小孩跟他妈妈睡这个下铺。 我觉得这个上铺,上铺休息啊,你说我们买箱的话,装的话也没地方摆,所以就为了也拿衣服啊,穿衣服方便一点,我们就摆在那个上面那个上铺架子上面,拿衣服方便一点。 针对困扰香港多年的房屋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日前指出,当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期盼那时的香港,经济更加繁荣,各项事业发展更加均衡, 社会更加和谐安宁,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汤房、龙屋。对此,汤房住户尹先生表示,中央对香港住房问题的关注,让九居汤房的香港市民看到了希望。 从2008年担任深水部区议员至今,刘佩玉已在深水部区服务十余仔,帮助汤房住户写信,争取加快公屋申请进度,也是她的日常工作。 在她看来,住房问题是香港的乘客顾籍,也是香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 此次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推动,也让香港民众看到了中央和特区政府解决香港民生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上公屋的深远是令到她的心是安定,其实对于家庭的和谐,甚至社会的和谐,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开心,中央能够出手,关注和推动特区政府,去落实真正正去正视劏房的问题,可以能够多管齐下,可以改善到这些基层市民的一个住屋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